大家好,欢迎来到观世间四渡赤水第四期 咱们上回说到红军挥师北渡长江过程当中 与川军遭遇,作为部队前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双双一策 又获悉川军已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 但此时,对川军战力估计不足的中阁军委对局面估算尚算乐观 并未因此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 反而决心摆开架势部署一场绝顶性战役 以期获得一场对川军的巨大打击扭转战场态势 喊出的口号是勇敢向前取得为创造新苏区的第一大章的胜利 可见对红军战力颇为自信的中阁军委首长们在当时是很有一番把握的 时间节点,1935年1月27日,时局势大抵游下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仍在按先前部署进攻池水 红九军团因受到洗水与河江两面之危 正次官渡向胡适与红一军团红一师会合 川军国心局部还在追打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武军团 廖则部在不远处寄进 针对此局势,中阁军委一致决定将决战地点放在土城 这个地方说来历史也是有些悠久 曾是下有人怀、成流两线的谷资州府所在 又是古岩道上的水路码头,尾石是个战略要地,交通节点 当日凌晨30分,中阁军委典礼 红一军团立即停止向赤水之地进攻 红一师转攻为首,祖计赤水往土城方向来犯之地 军团不及红二师转移至元后集中,作为战役预备力量使用 但林彪的红一军团应该是收到电令较晚 不及时,其所部还是于27日程按林彪26日令 发起了对赤水之地的进攻 陈光刘亚楼率领之红二师更是在复兴场与达凤岗旅陷入苦战 前线指挥研欧阳新一战死当场 直至下午才按照中阁军委令返回远后 红九军团方面如前所述 因其当时丧在运动当中,固在此战当中并未出场 现在让我们随着地图视角将视线转向土城及其东南 本期视频的主角郭勋奇已经一路追着红五军团进入中阁军委的视线 先不提红军方面为其布设的天罗帝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史书上的土城战神 郭勋奇四川双流人士自一支 生于1895年,小教养两岁,1912年偷入川军 十年时期因作战勇敢得号郭卯王 实在啊,这个郭勋奇能与士族同甘共苦又敏慧好学 有小兵呢是一路向上爬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至1922年27岁之时,已经是官拜刘香部少将旅长 可谓是少年得知 话说呀,这位郭勋娃与我党是焦急颇深 我军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 1922年刘法归来,曾在重庆蜀报认出笔,与郭相识 因两人同是足球,又爱下场切磋呀,虽成莫逆 大革命时期,受陈毅等人影响 郭勋娃倾向进步,同情革命 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大革命失败之后,更是帮助过陈毅等共产党人脱险 后抗战全面爆发,亲因出川,作战积极 屡创日寇,与新四军互为妻交,始终友好相处 为此还被蒋公借雇,撸去兵符 导致这一汉将于抗战时期复闲在家多年 解放战争时期,郭勋骑促成多支川军部队企 新中国成立之后,是任这个四川水利亭厅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历史是复杂的 处于历史漩涡当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 诚然,郭勋骑是一位共党同情分子 但是并不意味着,其现在就会追随共党 就土城之战,郭勋骑的态度可用其自身的话表明 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 知道共产党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的一点 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隐蔽 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 我不为了自身生存,为了所负职责 为了军与军部能,不努力拼搏 就这样,土城之战便成为了郭将军与共军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殊死之战 面对郭勋骑部的进击 中阁军委按照计划,传令各军进入战斗准备 部署而下 军委纵队集结于土城,军委干部团为水师吧 刘伯成率领的这个中阁军委 前指并红武军团指挥所位于洛峰亚 红武军团主力隐蔽于洛峰亚的东南 红三军团主力隐蔽于鼎心、龙心 指挥所位于鹏族 按照计划,红武军团将以一个团 经封村坝引诱郭勋去部于凤凰嘴一带的狭窄地域 然后红武军团负责突破敌的中右翼 红三军团突破敌的左翼并切断其后路 一番计划是定要将郭勋骑预警拿下 但不成想,仗却打成了另一副模样 1月27日中午时分 郭勋骑将其指挥部暂停于封村坝 麾下三旅并攀四旅一个团继续追击 其中三旅零剑衍 经这个猫猫岩向尖山子 三旅主力并攀四旅一团进往凤凰随 要说这郭勋骑部确实是训练有素 其主力本来是按照红军预想轨迹进入凤凰嘴 要是其他大部分国军的素养 接下来就是等待被拳肩 但郭勋却像是预感到了危险的靠近 分出一步前往云鹏顶站立阵地 并架设排击炮 还有重击枪阵地 眼见此景负责诱敌的红武军团 那个团或是有些急了 当即掉头 与银鹏顶一带发起回击 原本国军战力未稳 红军这一猛然掉头 却有机会拿下 不想再次关头 北侧迂回尖山子之 这个三旅零箭闲营 骑兵突击 一番混战咒 将红武军团右敌部队与主力截断 虽信伤亡不大 但正面战场局面已经是无先发优势 侧面如何呢 且将视线转回封村坝 郭勋骑那边 听得凤凰嘴方向 这个枪炮声大作 机命令 身侧潘四旅一个团 火速加入战场 另一团自战场东南方向 侧击红军 转手围攻 不想 该部行事土地坎 与原理与这个红武军团主力 协同突击敌支 左侧背的红三军团红四式遭遇 双方随即展开击山 红军的计划 在郭勋骑眼中 亦是进成名牌 看出红军的部署之后 郭勋骑当即将指挥部 自封村坝移至牵线 韩鹏澳 亲自观战指挥 因所部进出 郭勋骑此时身边 仅有一手枪银 和一警卫连而已 1月28日 黎明 郭勋骑听得右侧猫猫炎方向 这个枪声咒密 这是零剑咽 正受到红武军团 猛烈反击 猫猫炎 山势绵延直贯封村坝 躺背红军夺气 郭本人被活捉 那也是大概率事件 郭勋骑击败手枪营 这个营长 郭文炳以一连增援 该手枪营呢 是装备精良 每年有120只20响的快满机 和8只花机关 火力呢 是短促猛烈 不久便是将猫猫炎方向的红军击退 主帅亲至前线 兼打退红军进攻 这个川金不由得世界大战 也是差不多 同时 毛泽东等呢 也是登上土城这个东南角一座 名为大梗上的山头上 观战 大梗上海拔近1000米 是一个光秃度的山头 可以清楚的通视战场 按说到此啊 红军异计的出其不易 迂回敌之左侧背 并断敌后路的射向 已难实现 然而中阁军委依然是决心灭敌 亲臣 红武军团主力 向敌再次发起猛攻 攻势赤裂 川军前线一时告急 有部队不知后退 这个郭勃炽 赤薄提刀杜阵 是止住溃兵 但红军攻势并未减落 仍然是不断的冲击而来 郭勋骑随令 手枪一余下二三连进出 前往支援 并令麾下在韩蓬奥 驾起重击枪 堵住道路 严禁官兵后退 八时左右 川军廖泽吕 蓝王两端 从溪水抵达青岗坡 加入正义向凤凰嘴左翼 进行突击的红三军团 另一胜利军 红武师进攻正面 就此红军力战 郭廖三缕集团 多次正面击破 川军一殿 亦多次与这个 被援智赤薄提刀 驱回之溃兵在战 其混在溃兵当中的银长 邱绍文就差点 被援智一刀劈死 战至午后 红军进展受限 箭露疲态 而川军因援智陆续赶到战场 反扑欲裂 一度接近中阁军委前职所在之 这个漏风亚 要知道吧 这漏风亚去土城 其渡口不足两公里 一旦站去 即可堪置中央红军预备队集结地 碎十八 并可以以这个迫击炮 直接瞄准向大梗上的 中阁军委首长所在地 要说这大梗上是个光秃顿山头 根本是毫无遮蔽 届时中央红军无路可退 无险可守 那就只能是被迫雨滴 被水决战 军面不堪设想 由于之前的信息延误 由复兴场往回赶的红二师尚未到达 形势可以说是相当危机 秦极之中 毛泽东急定成根 率这个水师把军委干部团投入战斗 要说这干部团成员 据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 人率 行头也率 花机关多多 还人手一柄血量的马刀 头上都扣着一顶 得势钢窥 是中央红军当中的一枝花 接到命令 干部团尚好刺刀 即在伟国亲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 一路呐喊向川军 发起迅猛反击 几斤短兵相接的残酷肉搏 中将敌军出退 苦战当中的红三军团 红五军团得此 顶立一柱 射击大阵 也是乘势发起反冲击 又将双方战线反向地推 川军阵地再次动摇 郭勋奇派来助阵的手枪营第三连连长 王钦泉少将也被红军俘虏 战自此时 步枪子弹是不实 擦过这个韩蓬奥的指挥部 郭勋奇也有不知之感 其脊催流香 督促各部 何疾吐成 但四下有军 不是脱并推尾 就严的路险难测 郭勒 此时也开始萌生退意 左右闻之 老大要撤退 有赞成 又担心 有人言 一旦不数不当 我军现有阵地 到时为红军撕裂 那后我不堪设想 不过 这红军是远征之时 但要有限 我等只需苦战代员 定能文超胜券 要说如此紧要关头 郭勋奇也倒是有大将风度 闻听四驾意见 当即决定 死战不退 只要后退一步 不问清幽 就地枪权 并再请留香 急事各路川军部队 向吐成吉祭 以合为中央红军主力 历边下午二十 生力军红二十加入之后的中央红军 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川军全线向韩鹏奥收缩 但是仍是聚首不退 黄昏 中阁军委首长就召开紧 已经会议了 很显然 最初制定的战役目标 已经是没法实现了 因为红军没有资本留在原地 和郭勋奇耗下去 川军其他几路人马 短则一天 多则两三天 即能赶到土生 这档口啊 遵义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的 那个关键作用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力主 撤出战斗 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 西渡赤水河 改向旭谷一带前进 而被党内委托为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 以及其他的这个像朱德呀 陈云 王家祥 张文天等 当即复议 没有争 没有吵 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全军立即轻装脱离敌人 由土城附近迅速度过赤水河西 就这样啊 红军在进行一波阳弓之后 火速撤离战场 西渡赤水 这便是四渡赤水中的第一渡 要说以目前的战局来看的 我们似乎根本看不出 这被传唱为 毛主席用兵称如神 四渡赤水出骑兵的神和骑 这个影子甚至相当程度上 还表现出了些许狼狈 不少的行李和重武器 都被丢进了赤水河 加上之前几日 为这个北渡长江计划 红军伤亡已达两千上下 别说咱们俩 在当时 于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几位 当即讥讽到 打仗 我们不行 你们也不一定能打好啊 这不就是一次迫于形势的转移 或者说是撤退吗 别着急啊各位 善于变化 用兵以骑的教员 会给你们嘖嘖称奇的机会 对了 在结束本期之前呢 再给大家说说 国军方面记载的这样一段趣事 材料来源呢 是时任郭勋其部的这个副官 胡比章 面对红军的撤退呢 是给出了一个 王清泉妙策退地的戏剧性回忆桥段 王清泉呢 就前面提到啊 被红军俘虏的 郭部首枪营少校连长 说的是啊 被俘的王清泉 不多时便被红军遣返 郭勋其当即亲自询问 哎 你是军官 为何能被遣回 王称啊 哎 我被红军押送途中 前后有两位红军官长 向我询问情况 前一位呢 是这个彭德怀 后一位姓朱 到了土城呢 又有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 哎 让人给我裹上 便送上饭菜 他寻击我方情况 我军依索达 辅公啊 已派十二三万部队沿长江部防 辅公说了 珠毛不来渡江则已 若来呀 我等只有和他拼了 我们后面的封村坝 还有一个攀旅作为预备队 廖旅也从松开根来 现如军赤水 河江旭涌古令 有约八九个旅啊 向我们增援 远的呢 有七八十里 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我听旁人说啊 这个询问者一位 姓毛 一位姓李 郭勋奇 顿时啊 就拉下脸来 哎 你这家伙泄露军情 按驴当斩呢 王秦权啊 哎 马上称 我不与敌偶战两日 但要即将告庆 伤亡也很大 御卫队 哎 还没有 要真到援军到来 恐怕已被红军 所欲 孤余之四了 哎 不如夸大其词 将敌人下队算了 前面呢 也是事实传来消息啊 哎 红军不见了 郭勋官长们 顿时 哎 笑竹颜开 彼此敬贺呀 又是奇奇狂拍 战场最高指挥官 郭勋奇之马屁 红富其天啊 然而呢 这郭勋奇是拼不买仗啊 哎 求个红富其天 再打半天 管教你我 引弹入地 倒是这王亲权也确微被毙了 还被赏了一百大洋 此战结束之后呢 郭勋奇被升为中奖市长 上映啊 赏这个大洋一万 那行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追根啊 阿 感谢观看